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1月6日 今天是星期五 星期五的晚上 這節跟大家說一節國際新聞 有一段時間 少了說俄烏戰爭的情況 這是關於俄烏戰場最新的其中一個訊息 俄羅斯 突然之間宣佈 1月6日 1月6日 現在這個時間 是停戰 停戰36小時 俄烏戰爭打了那麼久 從來未試過 停止 其實這一個 是場戰爭打了那麼久以來是第一次 忽然之間俄羅斯宣佈要停火 到底發生甚麼事呢 事源是克里姆林宮 在1月5日 即是星期四的時候 說這個 總統普京下令 俄軍 要在 東正教 的聖誕節期間 要停火 其實整件事 真的非常之荒謬 剛剛 聖誕節 我們就過了 我們過聖誕節 沒有人停火 烏克蘭過聖誕節 沒有人停火 你有你平安爺 他有他就射導彈 聖誕新年 一樣照開火 現在 你說你東正教要過聖誕節 你來停火 他停火不是他自己停 他叫你烏克蘭要停火 這樣做是不是公平 我們繼續講下去之前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希望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烤大法 安裝了Pine Network的朋友 希望你記得按閃電鍵 聖誕節我們剛剛過完了 我們過聖誕節的時候 你就來開火 然後輪到你自己說要過聖誕節 你叫人家停火 讓你過聖誕節 很簡單 你有沒有人家 過節的時候你停火呢 這個完全 是不對等 雖然 這個時候 停火或者休戰 聽起來 聽起來好像 是好事 以往我們看新聞的時候 例如地區衝突 雙方 發生 種族的衝突 跟著開火 往往以前 看新聞 跟著就跟你說聯合國解入 調停 呼籲大家克制 又要停火 實際上 以往這些概念 在俄烏戰爭根本完全 不適用 因為這個 赤裸裸 一個 俄羅斯的強權 入侵一個國家 動用武力 動用軍事力量 想強搶土地 這個絕對不是 隨隨便便 隔起來說我喜歡和平 我不好戰 就說完問題了 如果真的 那麼和平 那麼不好戰 是不是應該先制止俄羅斯 入侵烏克蘭在先呢 俄軍 是不是應該全面撤出 烏克蘭的領土 跟著你再說這個話呢 如果你說大家是雙方國家 在邊境 爆發衝突 然後你說要大家克制 這個還可以勉強理解 事實上由始至終 也是 俄羅斯單方面 提出無理的要求 他甚至乎 充滿著計算 有了目的 他的目的就是要瓦解 烏克蘭的政權 因為原本的烏克蘭 就是一個親俄政權 我們說回這個內容 俄羅斯克里姆林宮 在星期四 1月5日 總統普京忽然之間下令 俄軍要在東正教的聖誕節 在烏克蘭 停火36小時 他同一時間 不只是自己停火 他呼籲 烏克蘭 都需要停火 他說 要給人在平安夜和聖誕節 能夠參加一星期 所以烏克蘭的反應 大家想像到了 和我剛才所說應該是一模一樣 烏克蘭 認為俄羅斯 這樣的要求極度虛偽 這次 普京下令停火 在這一場仗 足足已經打了踏入第11個月 第一次 說要有重大停火 坦白說 這個所謂停火 根本 跟解決這件事 完全沒有大關係 甚至乎是俄軍自己敗退的時候 乘機找一個藉口 要幫助自己 爭取時間 大家都知道打到一半 忽然間你說要 技術暫停 你當然會選擇時間啦 對你不利的時候就要技術暫停啦 你進攻基庫 要瓦解澤連斯基的政權 要瓦解烏克蘭的政權的時候 你有沒有給36小時烏克蘭 如果我們有得選擇 會選擇時間禁制 我被你圍攻的時候也叫你停火36小時 所以這個藉口 我相信他一早已經想了 一早已經想了要一段時間 要去禁停 克里姆林宮說 他下令停火36小時因為很多 東正教教徒 包括居住在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東正教教徒 就是需要 慶祝聖誕節 星期四早上 俄羅斯東正教 的牧手 出來呼籲 說俄烏 要遵守 雙方 聖誕節休戰協議 這個真是很好笑 你自己單方面提出要停火 你自己東正教過聖誕節 你要敵對那個國家 聽你說 跟你去休戰 而且俄國的東正教教會 由此戰至中 都是鼓吹攻打 烏克蘭 其中一個重大的元兇 你憑甚麼 以這個宗教的角度 呼籲 烏克蘭 要去採取你呢 其實 而普京也引述俄俄羅斯東正教 牧手 所說的呼籲 然後指示俄羅斯國防部 就是由1月6日 12時 到1月7日 24時 整個烏克蘭 的戰線是暫時停火 烏克蘭的回覆很簡單 烏克蘭的回覆說你本身的俄羅斯東正教教會 正正就是俄羅斯的戰爭機器 由始至終就是你煽動 這個俄羅斯對烏克蘭人民 進行大規模屠殺 說要根據你的呼籲 所以要給信東正教的居民 過聖誕節 你是不是跟我說笑 下次你有其他活動要做的時候 又要不要我遷就你呢 其實他們 俄羅斯現在這樣的呼籲 直至於納粹德國 正在攻擊你的時候 跟你說 我們要做生日 放假啦 到底要遷就你 為什麼要遷就你呢 以及要遷就你一次 要遷就你多少次呢 其實這是不可能的 我完全不覺得烏克蘭應該 要去停火 你說你要和平 我要停止攻擊 這是另一件事 這是和平談判 但是其實烏克蘭的立場也很清楚 這個必須要所有的俄軍 從這個 烏克蘭的土地上全面撤退 才是唯一的基礎 沒有這個 前設條件 基本上是沒有可能跟你達成任何和平的共識 任何的和平協議 踏入了冬季之後 其實俄烏雙方在戰線上也是一個膠著狀態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認為烏克蘭會打贏這場仗 但是 實際上 烏克蘭這場仗還是一場非常辛苦的硬仗 因為其實有幾個 很大的原因 雖然 烏克蘭的武器 是北約的武器 相當先進 但是 烏克蘭的軍隊的人數 其實是及不上俄羅斯 所以簡單來說俄羅斯 可以實施 是人海戰術的 而事實上俄羅斯 在一些他認為是戰略重要的地方 一直 都是用這樣的方法 現在 其中一個戰況最激烈的地方叫做巴爾穆特 現在基本上俄羅斯的軍隊 集中了兵力在這裏的附近 而這個位置 亦都是通往這個頓獵赤克 以及勞金斯克 一個重要的重陣 俄軍在發起的 是一波又一波的人海戰術 所以 相關的地方完全處於一個膠著的狀態 如果要改變這樣的情況 其實烏克蘭 是需要集結更加大的力量 假如不是從另一個方向 進攻 以及夾擊的話 根本 難以撤斷 俄羅斯把重兵駐在這個地方 進行反反覆覆 的消耗戰 所以雖然 我們大家都看好這個烏克蘭 實際上烏克蘭的作戰相當辛苦 尤其是在巴爾莫特的地方 早前我也看過一些報道 有烏克蘭軍中的牧師 也說烏克蘭前線軍隊 士氣開始變得低落 原因是因為 俄軍的進攻 不斷 發起進攻 使得前線烏克蘭士兵守著這個地方 士氣低落 因為根本完全沒完沒了 簡單來說 俄羅斯現在在做的方式 是進行一個 選號戰 想盡辦法要拖著烏克蘭的兵力在這裡 慢慢把他選號 而他 就是不斷 在後面動員 更加多的人 包括 要附近的國家 加入 例如白俄羅斯 實際上已經有很多 在烏克蘭戰場上 被擊斃的俄軍 被發現他們是白俄羅斯的人 所以俄羅斯能夠那麼大膽使用這樣的人海戰術 在這個地方 不斷進行消耗戰 大家也不能夠看少俄羅斯的消耗戰 他不用計較人命 跟共產黨的作戰方式相似 他先用人海戰術 引導你的炮火對他的攻擊 然後 他準確地找到你 推算到你的炮火的位置 再派無人機 詳細找回你的炮火的位置 因為那些炮火 是重型武器 在戰場上最有利的方法 就是用平價武器對付人家的貴重武器 這是俄羅斯 開始慘敗的原因 因為人家 用無人機戰術 正確打擊 俄羅斯的火炮 還有坦克車等等 在巴爾穆特這個地方 是俄羅斯 利用人命 損耗 烏克蘭的炮火 而且 俄羅斯 越來越多就是無人機 早前俄羅斯也發佈過 影片 是俄羅斯的無人機 用自殺式的爆炸方法 撞向烏克蘭的遠程炮火 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因為 重型炮火 是珍貴武器 而自殺式無人機 成本實在太低了 所以俄羅斯 改變了戰術 俗語也有說 一句叫做狗手必失 其實在巴爾穆特附近 烏克蘭軍隊 出現了這個問題 當他不能夠大規模推進的時候 他在這裏 處於戰略被動 變成了首勢 防守的時候 對方 再用這樣的戰術慢慢把你的重型武器運出來 然後定點破壞 對烏克蘭 一定會構成 很大的打擊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更新到這裡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座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收藏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 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 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 你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 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接下來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 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我們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 拜拜